那你就是拿一個那個 拿鏡頭 對 跨坐上去 然後 然後還要捕摸它 然後就開始 動屁股 然後還要親它 是這樣 尷尬不尷尬 好害羞 然後旁邊還有那個 打光的 拿反光板 然後一抬頭全部都是男生 你覺得我會有反應嗎 而且你還要很引咎 對 你要不要試試在上面的感覺 來 你有經驗吧 不要打開大聲 我這個可能沒有經驗 我現在要看那裡 是要看這裡嗎 看這裡 鋼頭在這裡 你是在鋼買的嗎 哎 哈哈哈哈 今天演 哇 哇 攝影師你是怎樣 你壓到我的那個地方了 哎呦 你真的壓到了啦 對 雖然大家都是老戲骨 但是一定會有那種 很難演的戲 你們有沒有覺得什麼樣的類型的戲 其實是特別難演 然後你不想再演了 很多人很羨慕就是那種 親熱戲 親密戲 哦 對 你必須要擺動你全身每個地方 要有動作 把動作都做出來 好 好 我有一次演到 讓我覺得拍得很尷尬 就是 拍了一個什麼 成人劇場 是在晚上10點11點那時候播的 對 然後他尺度比較大嘛 我記得 我那個角色就是演一個老闆 那 李妍瑾 李妍瑾那時候剛去鬧 他演我的秘書 也是我的小三 我們就有很多偷情的戲 我記得就是 每次進辦公室 我就 把他推到牆上親一親 再把他包起來 然後轉身 跑到那個 把他放在那個 剛剛說上面再去浴槍 這是肉很激烈的 好好喔 天啊 好有畫面喔 然後那場完之後呢 我帶他去 Motel 然後我就一開場 就是我們兩個 裸肉上半身 然後泡在那個浴室裡面 兩個親一親 最後把他抱起來 丟到床上 開始瘋狂的親他 然後開始做那件事情 哎呦 夠刺客的啦 那有刺客什麼 真的很有 那個會不會就是演一演 然後會有反應怎麼辦 很難吧 我也希望我會有反應 但是 你知道現場有多少工作人員 平常沒看到的工作人員 那一場全部跑出來 可是導演 你現在要我倒三天的嗎 他們拍得很仔細就是 譬如說 李妍瑾躺在我下面 然後 我是不是要壓在他身上 然後做那種動作 對啊 尷尬 對 除了尷尬之外 然後他要特寫 然後讓我很滿足那種 很滿足的表情 你們那時候有穿護具嗎 男生 我就穿一個那個泳褲啊 他那時候沒有護具喔 那個年代沒有 穿泳褲而已 那女生 女生也就穿個 我也不知道穿什麼 穿個小可愛 反正能穿到最少的那個尺寸 然後我就在那邊拍我特寫 然後攝影師就躺在下面 他叫李妍瑾走啦 攝影師躺在下面 他就是這樣躺著嘛 然後攝影機 然後拍我特寫 我說 這樣我要怎麼拍 他說你就看著鏡頭 然後做出那種很滿足的表情 你知道嗎 我就跨坐他在身上 跨坐在攝影師的身上 對 下面是個男生 然後這邊就在鏡頭 我要面對鏡頭這樣 一邊動 一邊 假裝要親鏡頭 你知道要親他 那時候偏親邊冒汗 真的是 我好想看 現場可以來一段 那個真的超出席的 你要幹嘛 你不會告訴我 你要當攝影師吧 示範一下 我想要看 示範 你要當攝影師還是要當演員 我當攝影師好了 先示範一次 我們一開始我怎麼演 你躺著躺著 腳這裡 那你就拿個那個攝影機 對 跨坐上去 然後 然後還要捕摸他 然後就開始 動屁股 然後還要親他 是這樣 你乾不尷尬 好害羞 然後旁邊還有那個 打光 然後反光板 然後一抬頭全部都男生 你覺得我會有反應嗎 而且你還要很引咎耶 你要不要試試 在上面的感覺 來 你有經驗吧 不要打拚大聲 我這個可能沒有經驗 我先要看那邊 你要看這裡嗎 看這裡 吊頭在這裡 你是在騎買的嗎 今天有 你今天 攝影師你喜歡做什麼 你真的壓到了啦 對 真的耶 這有點難 我就算了 真的我就算了 好害羞喔 我覺得李妍瑾真的我滿心疼他 他第一部戲 然後就演這麼 這麼吃重的那種床戲 他有尷尬的 導演換拍他 那攝影師就站在上面 拍他表情 然後那個導演就說 那你就裝作那種很享受很滿足的 表情然後自己動動身體 然後李妍瑾第一次演的時候 我做表情我就不會動 那我動身體我就不會做表情 然後我說 那沒關係我幫你 我就在後面拉著他的腳 幫他這樣推 然後身體在那邊動 然後拍沒幾秒鐘他就哭了 他大哭 因為那種感覺的確不是很好 導演就喊哈 我說你怎麼了怎麼了 他說我覺得我真的好像出來賣了 我覺得我好髒 有時候演戲會這樣 你知道 你看我出道三十幾年 我沒有演夠床戲 這是遺憾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 那你愛愛 愛愛內涵光 對所有的人都有床戲 我也沒有 我只有一場在那個游泳池 不是有那個按摩水柱嗎 我跟你講 那個我也超尷尬 其實我覺得要演那種很興奮的戲 其實好尷尬 對 因為這種就是很隱私的東西 可是你卻要在這麼多人面前 那你知道我要在那個溫泉池 然後有那個水柱在沖有沒有 我要自己去對一根水柱 然後就在那邊 好爽 好爽 然後就看到那個帥哥走過去 我就意淫他 好 就自己在那邊爽 我就照演 我就說服我自己說 好旁邊都沒有人 好 你就當作在自己家 就把那場戲演完 但真的 我覺得清熱戲 跟這種很興奮的戲好